五岁半的小棉包,天真的,拿着五个象征着哥哥们的小唐人,不舍得吃,没想到沈小二,一进门就吞了一个,可急坏了小棉包。 我二哥没了,就只有一个二哥的,我都不敢舔一下,二哥把二哥一口就吃了。 拜孙女,你先自己玩,爷爷手头是忙完就陪你玩。 沈小六把抱在怀里的粉色小兔公仔,往爷爷的办公桌上一放,非常认真地说道。 爷爷,爷爷,我帮您干活。 把玩具都上交了,这是真的要帮看活啊,让爷爷想想啊,找点什么活让我乖孙女干呢。 帮爷爷把那些东西吃了吧,爷爷不爱吃,争了浪费。 沈小六觉得这个活是敷衍三岁小孩的,他已经长大了,不过他还是听话地走到了沙发旁,不打扰爷爷干活,他正坐在沙发上吃,哥哥进来了,手里拿着一份文件,递到了爷爷面前,像模像样地会报道。 爷爷,这是上个月的财务报表,我学着核查了一遍,请您过路。 好,老头点点头,眼底有掩饰不住的欣慰。 大僧而聪明,学什么都快,老子三个儿子都称得上人中龙凤了,这小子将来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沈小六连忙插起一块水果,从沙发上溜下地,跑到哥哥腿边,伸直小胳膊要投胃。 哥哥哥哥,啊。 老头抬头看了眼小家伙的举动,没有出声制止,继续低头沈和手里的文件,沈一浑身僵住了。 乖,你自己吃,哥哥在上班,哥哥吃一个吗?爷爷不喜欢吃,这个可好吃了。 他一直举着小手,两只乌溜溜的大眼睛里满含气带,恨不得把他觉得好的东西全部都给哥哥。 沈一薇微僵了一会儿,最终败下阵来,关下腰,张嘴就接了他喂的东西。 这可把老头惊到了,再次抬起头来,看着眼前的两只小东西。 哥哥上班辛苦了,再吃一点。 沈小六快速地跑到沙发旁,干脆连沙拉盘都抱在了怀里,然后老头就看见,臭小子蹲了下来,接了小丫头喂的每一口东西。 长这么大,就没见臭小子这么好喂过。 非常温馨的一幕,却被突然闯进来的人彻底破坏了。 老舍,老子刚从你家过来,听说你又把宝贝孙女带来上班了。 沈老爷子暗道不妙,老土匪来了,可是已经来不及藏宝贝孙女了。 沈一连忙站起身,略显尴尬地招呼道,方爷爷好。 棉宝看着进来的人想了想,他去过这个爷爷家,也礼貌地招呼道,方爷爷好。 好好好,这么聪明的孙儿,两个都是神老东西的,你说欺人不欺人,分我一个也好啊。 老子下午忙,不招待你,以后没有预愿,别往老子公司跑。 谁稀罕你招待,我来找孙女下气的,乖孙女,跟爷爷切磋两盘起好不好啊。 沈小六有一段时间没下气了,有点想完了,礼貌地点头道, 好搭。 方老爷子像在自己家似的,拉着小丫头就朝着惠客室走去,里面围棋象棋都有, 他时不时地跑过来跟沈老东西玩几盘,现在有了这么个小宝贝, 谁还稀罕跟沈老东西切磋呀。 沈老头坐不住了,蹭得一下站起身,跟了进去。 这是老子的孙女,老土匪,注意你的措辞。 好好好,你的你的。 老土匪敷衍着硬了剧,然后自言自语地嘀咕道, 牙套长大,迟早是我家的。 两个爷爷看起来很不和睦的样子,而接下来, 沈小六在棋盘上就把两个爷爷揍成了好战友。 本来一开始,爷爷是站在他身后观战的,还帮他喊口号, 打倒老土匪,打倒方老资本主义。 后来,他爷爷不知不觉就叛变了,一步步一到了方爷爷身后去了, 然后两个爷爷就一起研究怎么收拾他。 两个爷爷欺负他这个五岁多的人,沈小六是有那么点生气的。 所以,他就让两个爷爷输了一局又一局,五点半,准时下班,回到家后。 绵绵小姐,这是你装五点的五个小哥哥,我做好了。 沈小六一看盘子里的东西,竟然是很可爱的五个小人, 每一个都用小竹牵串着的。 呀,阿姨,这是什么呀? 是小唐人了,不过要晚餐后才能吃, 一天只能吃一个,今晚睡觉要好好刷牙了。 哥哥他们有吗? 都有,都有,这些全部是给你的。 一听哥哥们都有,沈小六这才开开惺惺的拿了盘子里五个小唐人哥哥, 小鼻子凑上去闻了闻。 哇,好香啊,我可舍不得吃,要好好存着。 他仔细认了认,五个都一样,但是有高有矮, 而且还编了号一,二,三,四。 四和五一样高,那就是四哥五哥了。 他正拿着编号为一,二的小唐人比身高, 沈小二单肩挂着背包,窜进了屋。 沈小六万分欣喜地举着手里编号为二的小唐人说, 二哥,二哥,这个小唐人是二哥。 沈小二凑近一看, 靠,好丑啊。 于是他张嘴就是一口,小唐人脑袋没了, 沈小六一下愣住,等反应过来,眼眶忍不住就红了一圈, 拍口嗓音都有了点哭腔。 二哥,二哥,我的二哥没了。 沈小三进屋就撞见沈小二,欺负妹妹了。 哥,你干嘛呢? 沈小六眼眶越来越红,硬是憋着没哭出来。 我的二哥,二哥没了。 沈小二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, 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。 沈小六,我好好的,你别吓我。 沈小六眼眶越来越红,真的快憋不住要哭了。 我二哥没了,就只有一个二哥的, 我都不敢舔一下, 二哥把二哥一口就吃了。 沈小三思思文文的都被沈小二气到了, 有点强迫症,这还能忍。 他拿过妹妹手上没了头的小唐人, 一把塞进了沈小二嘴里。 享年十四。